他本是豪门巨市的掌上明珠 却在一岁时被人偷走 丢弃在博尔院 受尽了磨奈与凌辱 18岁被父母寻回 却再次将他推入了深渊 他恨 他恨这个享受了他人生的虚伪 恨这些满脸伪善笑容 所谓的家人 就在他放弃一切 打算拉着这家人同归于尽时 却被他最信任的大哥哥 一枪毙命 一道白光闪过 石井看着面前熟悉的大门 无数的记忆从脑海中一一划过 这里就是他一生悲剧的开端 钱是没能得到的亲情 今生不再奢求 但钱是欠他债的人 今生就从这里开始一笔一笔收回 林婉儿我又回来了 石井小姐快进来 曾经的她第一次踏进这里 心情是忐忑的 是不安的 是期待的 是高兴的 但当她再次踏进这里时 只有那压抑在心底深处的恨意 鲜血淋漓 夫人石井小姐来了 贵妇人仿若未闻 继续手中插花的动作 可能夫人没听见 夫人 石井小姐已经到了 秦军婉将最后一株玫瑰插入 漫条丝里的抬起头 瞥见王妈手中拿着的破布袋子 王妈你哪里捡来的垃圾赶紧丢掉 瞧瞧那脏兮兮的 不知道沾染了多少细菌 婉儿碰到了会过敏的 王妈尴尬地愣在那里 担忧得看向石井 怕这孩子觉得难堪 石井却神色平静 这样的难堪 早在八年前就经历过了 如今再经历一次如蜻蜓点水 不值一提 夫人 这 这是 这是我的东西 夫人是不是觉得我全身上下都是细菌 的确从医学的角度而言 我的身体上是有很多细菌 同样夫人你身上的细菌也只都不少 秦军婉愣愣住了 王妈也惊讶地看着她 石井小姐你别生气 夫人就是心直口快 没有别的意思 是妹妹来了吗 石井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林婉儿的身上 拳头起来林婉儿打量着面前人 皮肤白细 五官精致尤其是那双眼镜 即使穿着普通 依然掩盖不了她的美该死的 小姐我能这么叫你吗 叫我石井 石井妹妹不和你介绍一下 这是爸爸这是妈妈 以后我们会在一起生活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亲生父母时的样子 在他们的眼里 好像只是多了一个带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而不是他们失散多年的女儿 反而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林婉儿更像是一家人 石井以后你要和你婉儿姐姐好好相处 虽然婉儿不是我们的孩子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收养她 她以后就是你姐姐 你好好照顾她知道吗 我只听说过姐姐照顾妹妹 没听到过妹妹要照顾姐姐的 秦军婉唇角的笑容僵住了 妈妈我已经是大人了 不需要人照顾 石井妹妹刚来家里理应我照顾她才是 哼你把我想得太娇气了 是啊是啊我的婉儿长大了 我的女儿懂事了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想要什么缺什么 直接告诉你妈 让她帮你置办 认识完了那我带妹妹上楼回房间了 瞧瞧这孩子 不喜欢的话告诉我们换就是 林婉儿带着石井来到了给她准备好的房间 依旧是前世她所住的房间 前世的自己初次见到这个房间时 内心激动又高兴 这样的房间只有做梦的时候才会出现 自己再也不用住在阴暗潮湿的屋子 再也不用担心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再也不用担心老鼠蟑螂爬到自己床上 那时候的自己心中只有满足于感动 感动林婉儿的贴心 感动父母对自己的好 即使后来知道 这个房间是家中最小最偏僻的位置 依然无半分的不买女院队 即使后来看到林婉儿的超大卧房 比自己的房间大到不止三倍 甚至她的衣帽间都比自己的卧房还要奢华时 自己依然没有妒忌 因为那时候的自己 要求真的真的很小很小 只要有一个能让我安然入睡的地方就好 前世自己的体贴自己的退让 到头来换得却是人人厌弃的结局 或许一开始就错了 属于我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让给一个外人 石井妹妹喜欢吗 这可是妈妈和我一起为你精心布置的 和妈妈一起布置多么亲密的称呼 这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我 她即使不是林家的孩子 但是父母依然疼爱她 这是在无形地宣誓自己在林家的地位 是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 能带我去看看其他房间吗 你不喜欢这个房间 石井笑而不语 林婉儿懂了 这是不满意 等会儿看中哪个房间 你可以说 我喜欢就能住吗 当然 你想住哪间就住哪间 这里可是你家 林婉儿扮演着贴心的姐姐 带着她一间间的参观 这里是书房 爸爸不喜欢人进出 妹妹以后可不要轻易进去 否则会被骂的 隔壁是哥哥的房间 哥哥是爸爸妈妈收养的儿子 现在在国外做交换生 还有一个月才能回来 你的房间呢 妹妹 我的房间没什么好看的 我想看看 林婉儿想要阻止 但石井已先一步走了进去 大大的落地窗 将屋外的美景尽收眼底 房中的摆设精致 跪起 我要这间房 我就知道她一来就会抢走我的东西 可可这是我的房间 你不是说所有的房间任我选吗 怎么 原来你说的只是客套话 石井妹妹其他房间都很好 你可以选其他房间 这间房间 姐姐诸习惯了 你们两人怎么在这里 婉儿你怎么哭了 石井妹妹不喜欢我们替她准备的房间 让我将我的房间让给她 瞧瞧这说话的水平 永远是在软声细语里 给你下半子拉仇恨 可惜她注定要失望了 林嘉诚与秦军王会不会对我不喜 我不在乎 我要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要让林婉儿难受憋屈 小景这是姐姐的房间 其他的房间你可以随意选 这里真是我家吗 当元 你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吗 思源 这里既然是我家 你们又是我的亲生父母 为什么我就不能住自己想住的房间 要为了一个外人委屈求全 我只是想要体验一下 原本该属于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难道不行吗 婉儿搬出来 这间房让给施锦 好我搬 我就知道她一回来 属于自己的一切都会被她抢走 现在是房间 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东西 她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没死在外面 小景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为什么一定要姐姐的房间呢 其他房间你要是不喜欢 可以叫设计师来 按照你的喜好设计 那不是更好 这个房间我就很喜欢 她之前不是说要照顾我吗 现在让她让个房间就不愿意了吗 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婉儿搬出来 这个房间给施锦 纵然秦军婉心有不满 却没敢再多说什么 隔壁房间也不错 你要是不喜欢那个风格 妈妈给你请最好的设计师 设计成你喜欢的样子 只要石锦妹妹开心就好 我一直教养长大的婉儿 何时受过这种委屈 这孩子在外面长大 一点教养都没有 看来以后还得好好教教 否则就这样带她出去 优的是我们林家的脸面 等庸人搬的就剩下柜子里的几件就衣服时 林婉儿喊了听 婉儿小姐 刚刚石锦小姐说了 要我们今天之内必须搬完 石锦小姐 这个称呼还真是刺耳 我身材与她相似 石锦妹妹刚来 没什么衣服可穿 这些衣服就留给她吧 婉儿小姐真是善良 都搬完了吗 搬完了 剩余的那些东西 婉儿小姐说 留给您用 前世我的好姐姐就是用了这么一招 让我在所有人面前颜面尽失 那时候的她贴心地将衣服留下 贴心地告诉我 这些衣服都是她从未穿过的 并且贴心地将我带到上流圈子里 殊不知这些衣服都是她穿过且是过时的衣服 那一日自己第一次与林家女儿的身份与人见面 却让外人看足了笑话 所有人都知道林家刚回来的亲生女儿 抢走了帽牌霍林婉儿穿过的二手衣服 还都是一些过时衣服 从那以后 她的身上就被人贴上了 没品味 没演技的标签 她至今都还记得那些人看着自己的眼神 毫不掩饰的鄙夷 轻视 她更不会忘记母亲回来后 直接气地指着她的鼻子骂 骂她是眼皮子浅的穷鬼 是上部的台面的东西 她至今还记得那种痛与耻辱 如今林婉儿又想要顾忌重施 那她就奉陪到底